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百合博士 从减肥系列的前几期视频里 我们了解到防止内脏脂肪续集 需要合理膳食 积极的有氧运动 今天要强调的是 焦虑这个影响因素 防止内脏脂肪续集 还要尽可能地让自己不焦虑 经常处在一个幸福的愉悦之中 那这个幸福的愉悦感 又是怎样来实现和判别的呢 米哈利·齐克森·米哈莱 这位美国的心理学家 在他的书《心流》里 讲述了通过用十万份的 心理学问卷测试研究发现 有一种叫做心流的特殊感受 是指当沉浸和陶醉 做一件事的时候 就会忘记了时间 甚至连天黑 这样非常大的 极易察觉的环境变化 也能被忽视 获得这种感觉的过程 就是感受到心流 也被认为是真正的幸福的愉悦感 那什么时候可以更多地感受到心流呢 答案是 54%的心流是出现在工作中 18%是出现在休闲中 在日常的生活里 相信每个人或长或短 都有过心流的体验 记得在北美生活的那些年 很多朋友的家 无论是连体还是独栋房 都在房前或屋后 有一块自留地 或养花或种菜 绿意盎然 开花的季节更是美不胜收 收获的瓜果蔬菜 还可以体会到丰收的满足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种菜养花的汗水和心血中 时常体会涓涓的心流 全然没有辛苦的抱怨 当然 我的养花和种菜 还是停留在一个简易的状态 直到读了以色列的植物生理学家 丹尼尔查莫维兹的 《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这本书 才了解到植物好深奥 也有太多的不可思议 书中介绍到 植物有视觉 是通过十几种的光受体 来决定萌芽和开花的时间 而且它的相光性 只对蓝光反映 而无论是短日照类型 还是长日照类型的植物 都存在的光周期现象 却是只对红光反映 比如像菊花、大豆 这样的短日照类型的植物 如果在半夜给几分钟的 红光照射 就等于增加了日照 就会阻断它们的开花 或者推迟开花 而像长日照类型的植物 如果在半夜给予几分钟的红光照射 即便是在冬天 也会开花 而远红光又可以阻断 红光的光周期调控 植物也有嗅觉 比如它们闻到乙烯的味道 就会加快成熟 柳叶和棉豆 当遭受虫子的啃咬时 受伤的叶片 就会产生挥发性的水洋酸甲脂 让周围的伙伴嗅到警示 植物的生长方式 是螺旋回旋式的 生长的方向 是通过根间里的 存在的平衡时 来感知重力 植物的触觉 不仅是保护自己的探测器 像谱营草 还可以通过被触碰以后 碧合叶片 而获得来自昆虫的营养 植物也可以感受到 寒冷和温热 并通过记忆的基因 转换 遗传 并改变下一代 书中还提到植物没有听力 甚至在植物里 还找到了人体耳聋的基因表达 在这本书里 获知了大量的 从不知晓的 关于植物的知识的同时 增加了我的养花 种菜的充实和愉悦感 总之 主动地获得心流 感受幸福的愉悦 就是排除焦虑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和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